朕一直以为你明示礼 没想到你心中 只有家事 而没有国事 只有亲眷 而没有君臣 儿臣 只是惋惜端淑姑母的际遇 才偶然感叹 希望事有两权 既可全杜尔伯特布东归之意 又能保端淑姑母 与皇王的兄妹之情 事事难两权 何者为重 你身为皇子 却如此糊涂 却不知你的一言一行 传到别人耳里 他们会认为你别有用心吗 你不好好跟永城学做事 也就罢了 还背后诸多非议 你出去 在养心殿外 罚贵一个时辰好好思过 杜尔伯特布亲王之事 不许再临 儿臣知罪惹罚 皇子李也就永齐还出色些 打压了他 咱们母子的日子就好过了 放心吧 额娘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你可要为额娘 也要为咱们王爷争口气啊 那是自然了 这节骨眼上还能想到哀家的女儿 永齐这孩子真是不错 是啊 旁人都顺着皇上的心意 唯有五阿哥敢于直言 是个品性端直的好孩子 皇后和于妃懂得教子 比起家贵妃娇成 一味只顺着皇帝的心意 要好多了 是啊 秋叶清寒 吴阿哥小心身子 我奉皇阿玛之名在此罚规 李公公不必额外观照 以免牵连受责 皇上不会责怪的 李公公这话什么意思啊 皇上是责罚您不慎言 可皇上未必喜欢 背后议论兄弟是非之人 有人自作聪明告了您一状 您受罚 皇上已经解气 可没被罚的那位 没准皇上更接欢 吴阿哥跪了够长时间了 早点回去歇息吧 来 回去吧 嗯 嗯 原本啊 还有吴阿哥和四阿哥分宠 自从皇上斥责吴阿哥罚贵 又不许礼事 现在啊 四阿哥才真是一支独秀呢 好 等十二阿哥长大以后 四阿哥早就功成名就了 您不必与皇后娘娘计较 成贵妃嘛 更不必放在眼里 四阿哥正得甚也 皇上有什么要紧差事都交给他 多得脸哪 等皇上立四阿哥为太子以后 来日的福气啊 都在后头呢 嗯 那就 借各位妹妹急言了 皇上和永成策马回来也累了 先搅了毛巾擦擦汗吧 皇上 你这刚出了一身汗 酸梅汤太收敛 冰镇的莲子汤正合适 先给永成吧 他今儿个跑得够久了 谢皇阿玛 皇阿玛齐数甚佳 儿子差一点赶不上 永成 光齐数好可不成 其他的事还要多历练呢 永成啊 近来表现得确实不错 自四月里 景色的额赋入进 真命永成跟着福衡 到张家口去迎接 这永成啊 与礼仪上十分地娴熟 也得到了福衡 还有俄副的赞赏 这五月里 准根儿内乱后 真命永成还有永章 同在兵部 研习军务 这永成 他的军事之道 还有兵书 都要学习得比永章好许多呀 臣妾谢皇上夸奖 永成 比皇阿玛夸你 你只可更用心 可不许骄傲忘协 我深知自己的部族 要学的地方还有很多 不敢居傲 对了 朕打算旺季 长白山还有松花江 回来夜永灵 昭灵 府里 永成啊 你就随朕一块去吧 永成一个人哪儿成啊 让三阿哥也跟着吧 文章不成事 永成一个人陪朕去就行了 听说皇帝此次夜灵 只带了四阿哥 你的永姬是嫡子 怎么没去啊 永姬才三岁 去了也什么都不懂 臣妾请辞了 嫡子年幼 三阿哥不得圣心 四阿哥是皇帝登基后第一子 才华出众 怪不得外头有传说 永成有继承宗挑之相 不止如此 外头还说什么 世宗皇帝是皇四子 皇上也是皇四子 四是集数 须多加礼敬 闲言碎语 怎配入皇额娘的耳 话当然是闲话 但若真有人生了 这样不安分的心思 你是六宫之主 就当管束 是 永成 皇上器重你是好事 可你平时也要伸出手 让能帮你的人都帮得上忙 额娘这是什么意思啊 御氏一族今年进贡 王爷特意来信 说加倍进贡了人参 红断还有皇羽给额娘 够你平时上下打点所用 平日在朝中把这些东西 分送给大臣 还有家属亲眷们 额娘 皇阿玛腾儿不就够了 费这番功夫做什么 这人参 红断难得 您自己留着用吧 就是难得才要送呢 你今日送出去的东西 都会变成来日他们为你说的话的 真的假的 平时那些伏计 命妇们来给额娘请安 额娘什么时候让他们空手回去过 回去枕头风一吹 哪个男人跑得了 否则在朝廷上 你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人缘 还是额娘老道啊 那是自然 如今你离这太子之位 就那么几块砖了 必须稳稳地走过去 才算不辜负额娘 不辜负王爷了 儿子记住了 可是 这么做会不会太显眼了 皇阿娘那边要是问起来 我也不好应付 皇后娘娘那儿 额娘自会打点 梁广总督送了一副 凤凰牡丹金像圈 额娘就先孝敬给皇后了 屋檐下只能暂时先低头 可是来日 你可要让额娘抬起头啊 是 儿子记住了 明日就是武叔的生辰 要儿子去赴宴 去吧 你武叔是皇上唯一的兄弟 必须好好应酬 额娘给你多备些礼 好嘞 皇上 您今日知道得知皇孙 喜笑颜开 您看这天 是不是也比前几日好起来了呢 甚好 可见皇上这心情啊 能影响天气吗 恭请皇上圣安 停 妾身和亲王福晋乌渣库室 向皇上请安 妾身安国公福晋 刘家室向皇上请安 妾身一品告命夫人乌鸦室 向皇上请安 好 起来吧 诸位入宫 是向皇后请安吧 有心了 妾身刚向家贵妃请安 正往易坤宫去 去吧 走 准命夫入宫 不是都应该 先向中宫皇后请安吗 为何 先到家贵妃宫中 嫡恕有别 这都不懂吗 这不都说四阿哥得宠 谁敢不给家贵妃面子呢 真是荒唐 这宫里啊 有七年没在天皇孙了 这次完颜是有喜 朕很是高兴 永章呀 也没有旁的才能 能够为皇室开枝散叶 也算是他尽力了 臣妾敬皇上 你这项圈挺别致的啊 这是今儿皇后娘娘刚赏的 这凤凰和牡丹 本是中宫才能用的图案 即便是皇后赏的 以后应该少用 那臣妾以后不带就是了 那臣妾以后不带就是了 这项圈原本是家贵妃 献给皇后娘娘的 也不知道 家贵妃哪儿来的这种 僭越的东西 幸好她懂得尊重中宫 送给了皇后娘娘 皇上 奴才记得梁广总督 尚未给皇上 军献过一批礼物 其中就有这么个项圈 还存在库里呢 奴才记着 你没有赏给过家贵妃啊 她怎么会有一颗 那想必是一对吧 一个军献给了皇上 一个私下里给了家贵妃 想来 这家贵妃的人缘 还真是不错呀 儿臣恭请黄儿娘万安 起来吧 坐 谢黄儿娘 沉寂了大半年未见摔腿 倒是添了这份沉静气度 很好啊 黄儿娘叮嘱儿臣 莫在四哥得意的时候 太出风头 成了他人的眼中钉 儿臣便以编书为由 一则自保 二则也可沉定心境 有所修习 那是你编的书吗 是 这就是儿臣编的书 叫《交通圣稿》 虽然才编了一点 则总想着给黄儿娘瞧瞧 平心静气 韬光养晦 才能以图来日 黄儿娘的苦心 儿臣始终谨记 黎玉 朕让你换永城 怎么还不见人呢 皇上 伺候的人说 四阿哥去和亲王府上 赋宴醉酒归来 正在熟睡呢 白日喝酒 越发胡闹 皇上 皇上 贤亲王福晋来了 正在殿外候着呢 皇上 福晋来了 快让他进来 喳 妾身宫请圣安 起来吧 谢皇上 久不见福晋 今日怎么到养心殿来了 妾身今日入宫向皇后娘娘请安 又往启祥宫请安 得了家贵妃娘娘的厚礼 自愧无功受禄 心中不安 这贤亲王是朕的皇叔 福晋又是皇室的长辈 家贵妃送了你什么样的礼 让你如此心不安 是玉氏所产的黄玉霞 还有红端二十平 家贵妃派人送去了王府 果然是份厚礼 家贵妃出手如此阔绰 想必是有所求吧 皇上英明 家贵妃一心期盼四阿哥 登临太子之位 托妾身请求王爷进言 妾身惶恐不安 只得向皇上明言 朕昭舅把这份厚礼送给你 就当作为你这份忠君明礼吧 谢皇上 得这份厚礼呢 不止你一人吧 家贵妃联络命负 满心热切 就如四阿哥在朝堂上带诸臣 十分清厚 家贵妃劫 这份厚礼呢 这份厚礼呢 咱们还是不想着想着